接下来这个视频我将示范如何在WhatsApp上添加朋友 如果你也找不到这项设置的话 不知道如何添加朋友 那接下来我这个视频将帮到你 我将一步步的示范 请你认真仔细观看我的视频 以免你在操作的过程中也失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下次更新不迷路 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点开我们的WhatsApp WhatsApp点开我们 我们在哪里找呢 一般添加朋友的话 我们要点开我们的对话 下面的对话点开 对话点开之后 我们这边 笔这里写这里 这有一张纸笔这个符号 我们点开 然后新增添加联系人 我们这里点开 然后你把对方的手机号码 写进去就可以了 比如我写一个号码 有号码 没有号码也不行 我暂时没有号码 不知道写谁的 所以上次这边填好号码之后 然后这边按存储 这样就完成 你的朋友就添加里面 号码写上 名字写上 你的好友就在里面了 这样就搞定 还有就是可以在你的通信录里面添加 比如设置里面 然后你可以找到你的通信录 通信录这边 然后你把你的朋友 你可以告诉朋友 这边就出来了 这边所有你通信录的朋友 在这你可以邀请 如果没用的话 这也是一种方法添加 非常简单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请朋友去给我留言 也请你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下次更新不迷路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